凱雙半天只花搭配尖叫歡呼聲 巴黎奧運我國拿下二金五銅 總獎牌史上第二 十六號舉辦英雄大遊行 民眾擠爆街道 夾到歡迎喝彩 挂著閃耀金牌搭戰車 黃金男霜王麒麟來啦 好拍檔李洋人在國外 由李爸爸代替出席 林玉婷和教練曾自強 不斷放鬆愛心光播 還俏皮跳起應援舞 同樣活力滿滿滿的 依人陳念琴 露出超燦爛的笑容 還不小心吃到花 只成為鬥趣小插曲 灌籃哥 彭明揚 鑽出車棚外和粉絲 Say hello 後方的傾廷王子吳少瑞超活潑 登頂遊行車頭炒熱現場氣氛 柔道男神楊永偉 不斷揮手 綻放招牌的溫暖笑容 小林同學 林玉如一如往常的靦腆 學姐正一鏡手機拍呀拍 從沒停過 柚子高成潤 也忍不住不斷探出頭來 四處張望 除了粉絲的歡呼與掌聲 總統府也高規格迎接 做出全其姿勢動感登場 陳念琴指了指自己 想說怎麼只介紹一旁的林玉婷 休旦幾類 主持人沒有忘了你啦 總統府由三軍一隊 搭起榮耀劍門 歡迎台灣英雄歸來 總統賴清德加入派對 和選手們互動 還安排了插畫家 現場作畫 氣氛歡樂 選手教練團 還有幕後後勤團隊 一共67人參與英雄遊行 民眾用掌聲加尖叫 謝謝台灣健兒 為國爭光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華西部理事件 陳欣慈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